我大膽一點 我覺得去年股市和樓市都跌15% 真的很慘 股市大家還看到有風有浪 樓市都看不到風浪 跌15% 樓市的成績率很少 成績的質素很低 代表樓市會很快的反彈 我下風一點看 今年樓市會升兩成 20% 所以政府突然說通關 1月8日已經通關了 港鐵都開了 恐怕有很多國內人來投資 住在這三個月是一個反彈的力量很強 如果你有想買樓 尤其是第一層樓 投資我不敢說 第一層樓 如果是適合你自己 供得起 我覺得不怕買 美國會增加多設息 都不會增加得很強 0.25% 接著就會保持平衡 幾個月 三四個月 到十月左右 會出現一個 或者早點提升 如果拜登宣布競選總統 他一定會減息 這差不多是慣例 十月或之前 美國都開始減息 或者給你一個訊息 會減息 未必減息 不過我告訴你 我準備減息了 我覺得就是 如果利息真的減息 到時才去買 我想你就追不及了 那時候你就會多給很多錢 可能真的買貴了 我覺得 如果你在上半年 或者三月份之前買到樓 到年尾 你會看到 有一個升幅不錯 在今年的樓市 你任何時間買 都會比以後的時間更好 因為今年不會說 我認為一直都很想 買樓一定要跟一些聰明人 誰最聰明 當然是李嘉誠最聰明 當然你不是跟李嘉誠去買樓 他最近投資一幅地 是不是在啟德 啟德 所以你都要買啟德 為什麼要買啟德 因為啟德有很多地產商一起發展 每一個地產商都有不同門路 去吸入品牌 但是如果你一個地產商發展 一個地區 譬如這裡整個啟德 只有一個地產商發展 這個引進的品牌是有限的 但現在有這麼多地產商發展 引進品牌就多了很多 你到日後看到 你會覺得好像臨羅滿木 看到沒有 我看到 你變成炎 賺者 抵抗 天上 那 走 走